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火龙果不仅甘甜可口 而且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吃上一点都非常的好 火龙果在南方一年四季都能购买的 经常购买火龙果的朋友 可能就会有这种体验了 自己精心挑选的火龙果买到家之后 在切开品尝的时候就会吃到味道寡淡 甚至是有些发酸的火龙果了 而且火龙果的价格也不便宜 再买到略知的火龙果 真的是心情糟糕透了 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 挑选火龙果的小技巧 让你情心生松就能够一言辨别 第一,我们在购买火龙果的时候 要看一下火龙果的颜色 火龙果之所以在南方长得好 也是因为火龙果是一种喜洋的水果 受到的光照越充足 那么火龙果的味道也就会越甜 所以我们在挑选火龙果的时候 火龙果的外皮越红 周边的小叶子越绿 红印相间十分明显的 那就是越新鲜成熟度越高的火龙果了 像这样的火龙果往往一般都会比较甜 也比较的水能多汁 相反的 如果火龙果的表皮颜色没有那么红 偏灰偏绿的 绿色的也比较多 那这种就是成熟度低 采摘时间比较早的火龙果了 这样子的火龙果一般口感都会比较寡淡 也会偏酸一些 所以想要买到清甜多汁的火龙果 最好选择果皮颜色深 颜色更红一些的火龙果 像这样的水果才是比较优质的水果哦 第二 我们在购买火龙果的时候 要注意看一下火龙果的鳞片 其实火龙果在还没有长成的时候 火龙果皮上的鳞片都是比较大的 随着火龙果的生长 它的果肉就会越来越多 反而鳞片反倒是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在挑选火龙果的时候 也要注意看一下火龙果鳞片的大小 像这样鳞片越大的火龙果 火龙果的果肉就比较少 而且果皮也会比较厚 相反的 火龙果的鳞片越小 并且整个火龙果都呈现出比较薄满的状态 那就是果皮薄 果肉含量多 更好吃的火龙果了 第三点 我们观察鳞片的同时 也可以顺便注意一下鳞片之间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火龙果 鳞片之间的距离非常的宽 有些的几乎就只有一个指甲盖的距离 其实像这种火龙果之间的鳞片 距离越宽的 就可以说明这个果实的成熟度就越高 吃起来的时候 一口咬下去 满满的都是鲜甜多吃 如果我们看到火龙果鳞片之间的距离非常的窄的 那就是在生脏的时候 受到的光照不足 也没有吸收到足够的养分 那像这样的火龙果味道肯定就不好吃了 所以我们在购买火龙果的时候 除了看鳞片的大小 也要注意观察一下鳞片之间的距离 距离越宽的火龙果就说明是更优质的火龙果 第四点 查看火龙果顶端的果地部分 火龙果和其他的水果不一样 如果是存放不当造成的腐坏 或者是发霉的话 是从果地的周边开始腐坏的 所以我们在购买火龙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一下果地周边的部分 如果果地周边饱满 紧实 颜色鲜艳的 会呈现出非常新鲜的状态 那这样的火龙果一定是 刚采摘不久是比较新鲜的火龙果了 如果是发现果地周边的果皮都已经开始起皱 并且有些发黑了 那这种火龙果 就是售卖的时间比较长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周身会开始有些略微起皱 明显的有水分流失的现象 这样的火龙果就很不新鲜 而是一样成分流失的火龙果了 虽然表皮上没有看到彻底的腐坏 但是里面的果肉肯定是已经编制了 吃起来可能就会有发酸的味道了 第五点 这个方法适用于对于任何一种水果的条件了 就是我们可以拿在手上点一点 通过感觉水果的重量来辨别水果水分的多少 如果相同大小的水果 我们像这样两手点起来 就可以选择更重的那个 就是因为不管是任何一种水果 它的含水量都是非常高的 如果存放的时间长 水分过度流失 那么同时点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存放的时间更长的那个 点起来就会轻许多 那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就会更加的软烂无知了 相反的如果颠起来这个明显的感觉到有重量 那这样的火龙果就是比较新鲜的 水分比较多的 营养成分也比较充足的优质火龙果了 这也是最方便最实际的一个辨别方法了 好了 方法就已经分享完了 只要你是按照以上的方法来挑选火龙果的 就一定能够挑选到优质的咸甜多汁的火龙果了 还有大家精心挑选的火龙果 再买回家以后 记得放到饮料通风的地方进行保存 像这样就可以延长火龙果的表现期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